拿着报道,小朋友专心地帮新鲜柿子削皮 削下来的柿子皮还可以废无利用 萃取出汁液可供染布 让亲子共同体验,释染乐趣 今年柿子丰收,新浦农会盛大举办饰饼节活动 有农特产品免费品尝和优惠促销 还有饰染、饰饼绿豆糕DIY、彩绘等寓教娱乐的活动 只要是消费者大概会很热热参与的 我们都很持续去办理 让消费者来这边能够体验,能够了解产业 能够做一些DIY活动,甚至免费的品尝活动 饰饼节活动中,新竹在地艺文团体演出 吸引民众驻足观赏 也邀请知名的水墨画家做事事如意善的彩绘教学 而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亲子同乐 就是饰饼绿豆糕DIY 将绿豆糕材料揉捏后包入切碎的饰饼 放入模具里,再以染色的绿豆糕做成绿叶点缀 再整形压磨脱模,做成柿子形状 就是好看又好吃的饰饼绿豆糕 把这个绿色放在地头的上面轻轻压 记住啊,关键是轻轻压 新竹县新浦镇汉坑里 虽然不是柿子最大产区 但因为特有的干燥酒降风 造就了饰饼之乡的美名 每年9月到隔年1月的晒饰饼美景 总是吸引大批游客 今年来不及参加饰饼节的民众也别气馁 不妨亲自到汉坑里走一趟 新唐人亚太电视领秋霞台湾新竹采访报道